除了劳动部之外 我们知道很多部会都传出来有霸凌的事件 这个部会最严重 现在累积有六例 那六案 这个都是经过一些调查 初步整理出来的 陈储在两个礼拜之后会出炉 有七个人涉嫌霸凌 这真的很讽刺 卫福部不仅是照顾我们的身体的健康 我们所有国民的 心理健康应该也要照顾 怎么搞得出了这么多的事情 我们来看看 罢林案连环报 卫福部这一周初步调查结果出炉 涉案人数竟然翻倍 从最初的三名增到六名 言语上可能会涉及人身攻击 而且这个不光只是一位 首先社保司长刘宇娟 由于问卷调查和访谈内容分歧 即日起调离主管职务 社公司长苏昭如 涉情绪管理问题将持续调查 而前新建司长 现任健保署副署长陈亮宇 没有足够证据正式霸凌 但有疑似非本人批阅公文 行为不当 另外还加入保护司 灵性检任视察 由于涉霸凌情节重大 像是言语人身攻击 而且有具体试证 以要求调离现职 国会组张姓组长会进一步调查 而延伸发现的社公司 王姓检任官 社霸凌将立案查办 单纯从今年这样子看起来的话 是最近这一周 才是比较有这样的一个情势 这种匿名的话 也其实某种程度可能或许 也表示就是说 我们现在目前内部的管道 有一些不太畅通 但我想这个部分 我们部长有指示就是说 我们应该要更加精进 目前已请涉案人员先行请假 后续将提出调查报告和行政处分 而内部信也曝光 写到调查秉持误网误纵 部内也将启动心理急救机制 不过如今又爆出长照司长 也设霸凌 传出疑似逼下属深蹲演讲 使调查案件控增到七起 所以我们必须要先了解 相信的一个相信的情况 卫福部将扩大调查 陈楚预计两周内出炉 就判能还受害者公道 好你看到有一些霸凌的细节被揭露 我看了也是觉得莫名其妙 他说长照司司长将同仁当成是小学生耍弄 每天要有人当执行官带队 全体同仁深蹲 而且边发表一分钟的激励演讲 要好不好对不对 甚至要离职的同仁也必须深蹲 说出离职理由 我要离职了报告长官我要离职 我要深蹲 然后一边讲说因为我身体不好 因为我家里如何如何 这个精神状况是不是应该要去了解一下 所以我们看到包括这个部长自长发公开信 启动两周的心理急救机制 如果不是因为劳动部出大事 这些事件这些东西有可能被揭发吗 可能还继续余肉这些底下的公务员 我们看到包括陈昭姿 他也接获检举信 只有这个已经达到10案了 像是组长专委参事都有 大概都是中高阶的公务人员 到底怎么回事这一些人 包括国发会 来看一下这位国发会的纵规处长 也有很多人投诉他 包括也有人把他的简讯给媒体看 说处长不好意思 可能就是属下他做了什么事情 可能有delay或者是做错了 你知道这个处长怎么讲吗 他说下次再这样我会杀了你 难以想象 像是要下属买单拍桌录骂 像这种事情台中也传出来 台中也传出来 还有下跪认错 因为我没有拿到预定的餐点 这是高雄新卫中心主管 这个还是心理卫生 到底怎么回事 你买的这个餐点没有到 要同人下跪认错 太多了 多如牛毛 来 婉慧 我其实看到了这阵子 这个礼拜出来 不管是劳动部或是卫福部 这样子的一个霸凌的新闻 我其实是非常难过 因为大家知道我来自于 社运界跟社福界 卫福部管的就是跟大家 弱势或是心理健康 卫生相关的事情 而我们的官员竟然发生 这样子的一个霸凌事件 到底是出了什么样的问题 我自己会去想 就是民进党它执政已经迈向 就是第九年 第十年的这个时候 我们的一个文官体制 它的这个向上管理 到底造成了我们这个原来应该 非常健康的一个公务体系 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所以前一段在讨论局系 我跟大家报告 这个劳动部在这个转制之后 这个许明春跟城局的任内 就占了超过三分之一的时间 你说都没有局系的人 不可能 那这一次派了这个洪生汉 我就会想说我们赖清德总统 道歉第二次的时候 他就跟大家说 要还给我们公务员 有尊严 而且友善的这个环境 结果一转头还是用人为亲 就这个问题到底出在哪里 我觉得就是长久的这样的一个文化 我觉得这次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检视机会 第二件事情我要具体的建议 对于就业安定基金 这个一直长期以来 被诟病叫做小金库 但是呢大家平常一忙之后就忘记它 因为它是属于这个基金类 所以每次向上省运算 省到这个基金类都已经放到非常后面 我具体建议委员们 对于他的成员 我觉得要重新检视 为什么要重新检视 虽然他讲说还有专家代表 雇主代表 有劳工代表 但是大家也知道一定都是用人为亲 所以我真的是建议 政党代表可以放进去 可以更公开透明 谢谢委员 深蹲演讲 下跪认错 我杀了你 我跟各位讲 伟汉也跑过很多年新闻 我只问一件事情 国民党执政的时候 这么多离谱的事情发生了哪一件 我告诉你这八年台湾最悲惨的一件事之一 就是文官体制的崩坏 文官被践踏的这件事非常严重 我讲一个数字你知道文官被践踏 已经是深远影响到什么程度了 十年前公务人员报考人数是14.6万 你知道到2022年剩多少剩7万人腰斩 公务员报考人数是大家对公务员憧憬的一个重要指标 为什么大家现在连当公务员都不愿意当了 因为在当公务员没有尊严 过去我在政府服务过 我也当过两年公务员 很抱歉 我至少在政府工作那几年 我没有听到这么离谱的事 我当公务员的那两年 我也没听到这么离谱的事 当然有霸凌 也有所谓超时工作 是存在这不会说完全没有 可是你看这么多嚣张的状况 我给讲几个原因 第一个是什么 你要知道民进党在任用官员的时候 他们用人为亲的文化 不是到部长次长而已 他是直接到所谓的师长 科长鼓长往下延伸的 你看分署长可以这样三级跳 只因为就许名村爱将 这种爱将文化就可以拉拔去当分署长 以前分署长这个工作的资历 一定是看文官的资历 所以当文官系统内的那个被崩坏的结果的时候 你用的都是有势可靠的人的时候 那这集体文化一长下去就是 就会出现像谢一龙这种人 谢一龙这种夸张到极致的地步的人会存在 不是一天 他是很多很多很多一堆叠到最后 他发现反正第一个我这样子去践踏文官 你们文官哪有也没办法 你的公务员你难道放弃公务员吗 我已经公务做那么久的年资要放弃吗 那第二个你也不能转职啊为什么 你今天到公务员里面的很多的规定的话 基本上你转你要主管管同意 我不同意你也走不掉啊 所以整个文官被卡死在这个巨大的 这个所谓的负面文化当中 那我跟你讲 台湾过去经济奇迹不就是文官体制 非常是非常重要一个造就的因素吗 但是这几年我们是把整个文官崩坏了 就讲一点点洪生汉洪生汉说真的 他的不私人不是因为学历 他不私人是什么 是因为他的表现 你今天光他今天在处理这个所谓的那个 公务员加班的事情 他是完全示范从哪里跌倒 就在那里再倒一次 对不对 你今天谢怡隆案已经是因为这个 所谓的血汗的霸凌的问题 打卡 那你现在你还要在公务员再做一次 那更夸张就是我昨天有讲 那一点五小时你真是不使人间烟火到一个极点 我当过公务员叫我去做一点五小时 这不可能的事情 我光通勤加班做报告 坐在那边等部长 部长完以后坐在底下 等部长离开 绝对不是一个半小时 你会讲出一个半小时 我就怀疑你 你不要讲没有公务员经验 我就怀疑你甚至有没有 上班经验 他在灌老板 所以这才是洪生汉的问题 我觉得刚刚强哥讲的 里面有几个部分很重要 就到底是什么样的环境 去塑造出这样子的霸凌的场域 谁能够接受这样的一个事情 然后谁会去做这样的事 所以我觉得回过头来 可能从半星学的概念来讲 大家要了解一件事 就是每一个霸凌背后 都有一个认真的主管 只是他的认真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他是为了认真的迎合上面 还是认真的迎合 去做什么样的一个目的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事件里面 我觉得我们政治圈 已经太久太久都是 什么事情爆发 然后突然闹一下不见 闹一下不见 闹一下不见 面对政治要追根究底 所以洪生汉的意义 其实很重要就是 我希望他能够争气一点 你从一个立法委员 到所谓的这个劳动部部长 你应该要把过去 劳动部的这些黑幕 先把它揭开来 也就是说我们到现在 我们一直在检讨 你看都已经被带到许明春这一帕了 许明春这一帕谁爆料出来的 是民进党一个立委叫林淑芬 林淑芬上一次在做所谓的 立法委员的权责的时候 我都不知道是什么时候 结果他这次是为了自己内部的选举 在做内斗 可是谢怡荣的事件 就像我们刚才所提到的 王安邦是局外人 但是他也是新潮流的人 他是郑文燦的人 可是他想要调查他的时候 他被人家翻白眼就算了 后来还离职 这一段他也不是私下调查 他是真正以次长的身份 在做内部调查 谁把那个会议记录弄不见了 那个会议记录为什么没有 这个涉及伪造文书 所以该处理就要处理 如果我们一直放任一件事情发生 然后又不见 一件事情发生又不见 就像你看我自己个人到现在也是 我一直在追一件事情就是 奇怪 当初不是有说司法检调 有人跟郑文燦通風报信吗 然后不是还分案调查了 请问郑文燦这个 所谓通風报信的这个案子 怎么不见了 查无不法 对不对 他在这样的一个状况里面 如果这些东西都没有的话 所有事情都不了了之 包括王安邦这件事 到最后也是查无不法 反正就没这回事了 所有事情就都被盖住了 你还期待就是说 未来我们怎么样去改善 我们的劳动环境 那就会一再发生 像刚才我们讲的 不管是什么下跪认错 深蹲 还要做什么 甚至我杀了你 我觉得我杀了你这个 真的有点过头了 基本上 所以对于这次来讲 我觉得很简单 追根就底 好好把这东西查清楚 红色彩必须要做这件事 另外就是在我们的体系里面 其实每一个政府都在检讨 整个通报跟申诉的机制 到目前为止 在中央法令还没跟动之前 都是在自己的单位里面 做内部申诉 你这样子的一个管道 坦白讲 你要做申诉你要有多大的勇气 你是在往自己 我们立法院现在都要通过 吹哨人法案了 要保护吹哨人了 然后结果我们自己的内部申诉 跟通报机制 居然只到自己的单位 我觉得这是不合理的 所以适度的把外部单位拉进来 让大家敢于申诉 才能够解决问题 把阳光照进来 我们进一下广告 好棒球热刮到了政坛 我们看到谁收割最多呢 美意导电子报呢 在我们拿到世界棒球冠军之后 做了一份民调 我们看到赖清德的执政满意度 上升0.8% 你看到是绿色的这一块 比过去多了一点上升 那不满意度下降了 所以是棒球带来的红利吗 包括他的信任度也上升到 多了1.8% 那不信任度也下降了 双双的这个上升跟下降 而另外呢 整个内阁 卓融泰的执政满意度 也增加了上升了3.4% 吴子佳董事长就说 他特别看到20到29岁 这一个族群 年轻族群的支持度 突破60% 哇 你快看看 分析是棒球带动 整个台湾人民的团结气氛 光荣感 自信心 还有台湾人的骄傲 所以通通被赖清德给囊括了 收获了 不过我们来看看 棒球当然衍生很多的话题 包括球板的争议 很多的棒球迷其实很生气的是 在2008年 2009年的时候 因为职棒签赌案 让我们的棒球那时候蒙上一层阴影 可是馆长在自己的直播 不是有讲的说 我以前二十几岁的时候 有做球板 那这件事情那当然 很多人却言上了 吴宗宪昨天跑去跟他合体直播了 他讲了一句话 他说不认为博弈有多么的伤天害理 他讲的应该是运彩啦 我们来看看报道 我当警察官当那么久 我要跟你讲一件事情 我真的不认为 博弈是夺伤天害理的事 他甚至是我们以后思考 要不要变成一个产业 合体馆长陈之汉直播 不必会开聊球板争议 馆长先提醒发言要小心 但国民党立委吴宗宪 依然替馆长抱不平 打假球那个叫做炸赌 它是不是一种炸赌 所以问题是出在这个地方 是炸赌去打假球 这件事情让我们开始 没有办法接收 为什么职棒变成这样 职棒跟那个运彩两个结合 你说社会上对他有什么攻击吗 也没有啊 所以我是觉得这还蛮无聊的 难道吴宗宪要继续挺地下赌博吗 所以站在馆长旁边吗 这是吴宗宪一个人 还是国民党 民进党议员简舒培 先前才到北检告发馆长 但民进党立委庄瑞熊 也被发现 疑似在咨询时 自爆赌球板 但简舒培没有提告 维基百科也被家主双标 被改成完美呈现 台湾政治人物双标文化特色 不少网友在简舒培的脸书粉砖 只为庄瑞熊告了眉 而简舒培则反问网友 和钥匙林士风 请勇敢一点去提告 他们攻击我不可怕 最怕的是什么 最怕的是让这样子的行动 成为一个社会霸凌 找庄瑞熊出来转移焦点 我真的是觉得 一大可不明 至于庄瑞熊 28号开记者会反驳之后 执疑声浪音就没停 但庄瑞熊选择不再回应 只留下简舒培 党炮火 你刚刚看到吴宗宪委员 跟馆长合体直播的时候 讲的这一番话 当然也引起一些风波 朱立伦主席就出来替他解释 他说大家都曲解了吴宗宪的本意 他不是这样讲的 他说伤天害理的事是违反法律规定 尤其是打假球 绝对是伤害整个棒球与运动 至于博弈像是运彩啦 你要看是怎么样 如果是合法的博弈当然OK呀 所以连朱主席都跳出来替他讲话了 另外还有一个被沿上的是庄瑞熊 他10月15号在立法院质询的时候 也是关于运动彩券的事情 他自己讲了他过去的经验 他可能讲得太high了 他把他过去签赌 关于一些玩地下赌盘的事情 都合盘托出 包括讲到说 来我们先看一下 他当时是怎么讲的 他当时是在公报里面有讲 公报里面有讲说 讲到这个 那上下文等一下我们给大家看 不过关键是他后来发下读试 他说如果我有玩 球板就切腹 他的上下文有讲到球板 可是那一句关键字他是说 可是上一句是讲球板 所以大家就看看中文的奥妙 你要怎么解释了 另外看到简舒培不断的出来咬馆长说 你过去做过球板 你可能要请检调调查 你当时有没有要威胁球员打假球 我们看到他要去告馆长 简舒培要告馆长 可是没有要告庄瑞雄 可是有一些网友就觉得很生气 你只告馆长不告庄瑞雄 那你就双标 所以他的危机也被改了 叫双标的这个简舒培 来博弈 先讲博弈 我绝对没有伤天害理 大家这先讲清楚 但是非法的博弈 非法的迁赌 我个人认为就真的是伤天害理 非常的严重 因为我不太喜欢赌博 所以我不太知道运财的规则 但是我很喜欢看棒球 所以我知道当时职棒的迁赌案件 对于整个台湾职棒的生态 有多么大的伤害 我一直都是中心的球迷 永远记得2009年那个时候 黑象事件 整个几乎摧残了整个 我们职棒的所有环境 因为当时连最红的兄弟像的 黄金三剑克 到现在只剩下一个人 就是彭正名恰恰 恰都走掉了对 还包括很多当时兄弟有名的球星 也一起全部阵亡 那时候不要说一般民众 连我说真的都不想去看棒球了 因为我觉得连职棒的 球星都打假球 那我整个职棒还有什么好看的 那时候对于整个台湾的运动的风气 棒球受重伤 我跟你保证其他运动 一样受重伤 因为棒球是台湾的国球 最多人看的 所以当然有些网红说 他之前曾经有参与过 这所谓的球板的事情 包括地下残酷的事情 我不管他是不是主头 还是只是主头的手下 我个人认为 我不晓得他是有什么勇气 在这个时候提出来讨论这个事情 而且好像还不认为有错误 让我非常的惊讶 跟不能够相信 但让我更不能够相信 跟不可思议的是 居然会有立法委员 居然敢直接在立法院 质询的时候 公然来讨论这个所谓的 地下非法迁读的事情 这更夸张 全部人都在看 当然他讨论这个过程当中 他质询里面的确没有说到 他有没有直接参与这个 球板的问题 他没有讲到 但是他讲到了他多少有在赌 这个话我老实说 已经争议非常大了 而且除了多少有在赌之外 他特别提到一个 几乎是没有办法来替他辩解的东西 就是他说竞选总统的时候 他在那个时候也是赌到要死 这句话我觉得致命 你说运场还有地上跟地下 合法跟非法的 总统有地上合法的投注吗 应该是没有吧 台湾现在没有 没有嘛 所以一提到的时候 总统的赌注一定是地下非法的 而他那个时候讲到 他赌到要死啊 这个我不知道怎么解释这个问题啊 这检调单位再去查一下 他是否有参与非法的 地下投注总统的质疑啊 而且不久之前 才是2020年的时候 他说韩院长已经在笑了 你看在他们竞选总统的时候 之后我们也是赌到要死 那表示他有赌 对 这个话 我不知道怎么来自圆其说 要知道这话一讲出来 我觉得民党这样真的就倒了 不知道该怎么解释 因为整个过程 从地方上的网红 我们不能接受 现在是已经升到 连我们的立法委员 居然在投注总统大选 那是整个国家 所有的微信 所有的选举 根本都荡然无存 来 韋翰 现在是我们台湾棒球 可以说是全民都团结 而且共享荣耀的时刻 你回溯到过去职棒多次 因为迁读案而使得职棒 遥遥欲罪 几乎都要没有人进场看球 这样子的情况下 你不管是回头看 或是说我以前曾经怎么样 都是犯法 犯众怒 犯天条的事情 这种时候如果你有 你曾经犯过错的人 不管你是公众还是一般人 好好的反省 点点不要说话 但如果你曾经有过 现在就想说那有什么 大家都一样的时候 那我就讲再讲一次 犯法犯众怒犯天条 蓝绿白或是蓝绿白以外的 一般民众都一样 因为我们好不容易 可以在这个时候 因为这一次要打12抢之前 也没有想到成绩会这么好 觉得说看起来临时组队 然后也没有这个特别突出 觉得投手群也不够强 就投手这些防律是最低的 所以这种时候的时候 过去曾经有过的是 我们台湾的职棒 曾经因为迁赌多次受伤 球迷一一走掉 我还看你什么的 你的球员都在迁赌了 对不对 这种时候你回头再去 检视过往的时候就只有反省 如果你曾经是其中议员 不管你是主头 还是你曾经参与迁赌 或者你就是中间在帮忙下注人 你都不应该再把案拿出来 跟大家讲这有什么 你要这样讲 不管蓝绿白一样 刚刚讲有庄长熊委员 跟这个就是馆长 我觉得认为他有问题的人 都去查 都去告发赌博罪 都应该 第二个就是回过头来 我们台湾的职棒 现在好不容易到了这个境地 我相信明年进场看球的人 一定会更多 因为大家更支持 而且大家以往六队还要分 这次六队都是中华队 都是台湾队 让我们职棒的环境更好 球员更有保障 而且也以在台湾打球为荣 也就不用担心好手一一都会离开 当然跟年纪有关 如果他很年轻 想要去大联盟挑战去支持OK 像陈浅县大家就要讨论说 他现在30岁到底要不要离开 他说他有意愿 可是他如果愿意留下来 或者是帮我们打国家队 这都是对台湾棒球 有这个发展是有帮助的事情 所以一定要把这个赌博 博弈这个事情好好地禁绝 博弈要好好禁绝 来 我们进一下广告 好 大法官针对废死的议题 做出部分核线之后 我们看到有一名死刑犯 他逃离死刑的这个究责 那刚好这个对象是一位女教师 他世事满十周年 他的家属愤恨难平 所以在12月3号发起了 白玫瑰重返凯道这样的大游行 主打的是反费死 我们来看看 家属的情况你们是不了解的 我现在看到铁锤还会怕 看到敲打动作我还怕 谈起十年前伤痛 市多奖女教师命案家属 依然难以接受 痛诉母亲当年被强盗性侵杀害 如今司法根本失衡 凶手当时心情非常的不好 那他就在路上找了一个陌生人泄愤 那一个人就是我妈妈 台湾有少数人已经组成了一个共犯结构 在帮这个凶手在脱罪 真正的无奇就是杀人犯对我们家的无奇 造成了无奇的伤痛 我希望我们家不要崩溃 当然也更期望 台湾的司法不要崩溃 被害家属一一发生 针对宪法法庭死心违宪判决 家属批评成为凶手的免死金牌 更发起追思白玫瑰活动 号召12月3号上凯道 拒绝废死大法官 因为这个案子是宪判8出来之后 第一个为最高法院法官 引用大法官的见钱 来让多次被判死的被告 逃死的第一个案例 所以这个案例我们就一定要站出来 但总统府秘书长潘孟安 原定中午要带大法官提名人 前来拜会在演党团 却因院会议程延期 如今这场记者会 是否代表司法院人事案 国民党将卡到底 他的资格条件我们会严格把关 当然他们对于死刑的意见 对于死刑的立场 这也是我们质询的重点 这样的正向对话 不正是在野党一再要求的吗 过去骂 大法官不来拜访 现在人家诚心诚意 要来拜会说明 但是却又将他们阻却在外 司法院拜会延期时间还没下文 国民党下周先站上街头 为人事案先下马威 首先12月3号 就是这位拿到斯多奖的女老师 她等于是遇害10周年 那她也是一个非常指标的案例 就是她是大法官 这个实质废实判决之后 第一个她的这个死刑犯 被改判免死却判 这位刘姓凶犯 她是随机抢劫性侵 然后虐杀这位女老师 她不认识她 就是随机抢劫性侵 但是过去五度判死 最后免死却判 最高法院是直接大白话告诉大家 因为大法官做出了宪法判决 我们是依照宪法判决意旨 免死却判 所以大法官为什么说 她大法官叫实质废实判决 她在这个斯多奖女老师的案子 她是已经造成第一个影响 不止后面还有一位 就是烧死七个人的 她也是被免死却判 她当时在法庭还在讲说 我比郑杰厉害 你看郑杰杀四个我烧死七个 一样是免死却判 然后接下来的影响是什么 这有37位是死刑定验 死刑定验的死刑犯 按照大法官的所谓的 宪法判决意旨 大概也都要免死 所以今天大法官 做出实施废止判决之后 第一个受冲击是什么 就是你像 这个斯多奖女老师的孩子 他的先生 他们十年来 成冤终于有答案了 答案是什么 大法官确定 成为死刑犯的救星 就在最后大法官 这个宪法判决出来之后 马上这个死刑犯就逃死 这是为什么今天12月3号 要号召大家站出来一个原因 因为我们看到过去这么多年来 我跟各位说 我们的刑事司法诉讼制度 真的就是向 那个所谓的杀人者 亲靠的我想那个 网惠当律师就最知道 你真的有死刑犯在法庭上 后面是大法官 废死联盟 王牌大律师 这边就是法服的律师 就这样子 然后家属也不能讲话 所以换言之全是这边的声音 那边是只能落寞的面对 这样一个不公的刑事司法体系 他抱持最后的希望是什么 就希望最后法院给他们 受害者一个公道 可是当大法官这个实质废死判决出来 这公道就不存在了 来 娇瑜 当然大法官并没有宣告废除死刑 只是认为说这个死刑的执行的过程的程序 必须要更完备 在这个整个审判的过程中 必须要有更完整的让这个被告 在各方面的调查或是申诉的管道 都能够更完备才能去执行死刑 当然我觉得杀人固然是非常的可恶 可是同样的赌博害了更多人是家破人亡 尤其是刚刚讲的棒球这个国球 就是因为地下的迁赌案 导致当时很多台湾人 对于棒球失去了信心 甚至从此不看棒球 这些的血泪到现在都还是 很多人心中的痛 没想到曾经身为检察官的吴宗宪 既然说他认为这个赌博 不是什么伤天害理的事 博弈不是什么伤天害理的事 这句话就刺痛了很多人 大家会觉得你身为检察官 你做得去如果是用这样来看待博弈 看待赌博 那你现在批评我们大法官 是不是也是一样的道理 那这些法界的人士 是不是大家都觉得 好像跟人民的现实是脱节的 跟大家的生活是完全不一样的 尤其是我们好不容易现在棒球 重新的站向世界的舞台 得到世界第一 连哨棒也都打赢 也是世界冠军的时候 你在这个时候再重新拨开我们的伤口 然后告诉我们说 博弈不是什么伤天害理的事 你觉得全民能够接受吗 我觉得12月3号的反费时 其实我觉得大家可以放大一点来看 希望能够解决整个国家的问题 因为我们国家有太多 似是而非的事情 你看刚才我们讲就是说 我们连一个死刑的这个部分 我们都搞得跟CPTPP一样 就是一票否决制 对不对 某种程度上确实就如同 我们现在在国际上的处境 那就是实质没办法进去 这样的一个状况 每一件事情 如果都是这样四肢而非 大家就很习惯说那算了 那就结束了 就不管了 所以你看从我刚才 我一开始在节目上里面讲 从郑文燦的所谓的 刚才那个洩漏事件 到我们刚才讨论博弈的时候 我很压抑我们大家没有讲一件事情 现在最大的问题 谁受博弈的这个伤害最大 陈启玉 大家不是讲说陈启玉 掏空台言是因为他在博弈 欠了5亿吗 可是这个讯息是真的还假的 这个讯息是真是假 我觉得还要再确认 但是应该这样讲 就是说好 陈启玉现在投案了 谁窝藏他 谁让他堵那么大 这些难道政府都不处理 都不抓吗 媒体很少在追 对不对 然后当初陈启玉 在所谓提领这个账户里面 现金的时候 我们为什么没有做紧急的 所谓积押的这些动作 都没有 然后再讲到我们刚才的 这个卫福在讲劳动部的时候 大家谈到陈启玉 局内人 局外人 不要忘记一件事 陈启玉以前的爱将赵家宝 有没有 在外面逃亡了四年 进去关了三年就假释 我搞不懂假释的条件是什么 你有逃亡的潜力在这边 然后你逃了四年 关了三年然后假释 这到底是什么意思 所以这些状况 如果一再的发生 你要民众怎么相信说 我们的国家 有办法往前走一步 这也回复到 我们刚刚一开始讲 这些东西如果不处理 谁要来当公务员 你没有背景我就没材料 做公务员 我要是没背景的我干嘛 我没有办法升迁 我也没办法 越认真越倒霉 我觉得现在最可怜的 就是整个公务体系分成两种 一种人就是只要你有关心 你就可以霸凌别人 或者是好 再来就是好 中间那我皮 我不管 我不做事 没事 摆烂 对不对 摆烂 再来就是什么 再来就是越认真的人 事情全部都压在他身上 越认真越倒霉 当一个体系变得越认真越倒霉的时候 这国家就完蛋了 所以费死这件事情从小到大 我觉得把很多我们对于 社会法案的刑法的这些定义 定义清楚 对这个国家很重要 来 婉慧 我想最近有一份民调 很清楚的显示 对于这一次的国会改革 在上个会期的时候 其实台湾有四成三的民众 是不接受我们宪法法庭 大法官相关的一个判决 我想这是明明白白的 所以不管是执政党怎么演怎么说 民众的眼睛还是血亮的 回来看一下最近的三场 公民的运动 我想大家要上街头 这本来就是台湾民主社会的 一种表现 今天晚上有一场叫做青鸟宴 12月3号这一场 青鸟宴 青鸟宴 台北青鸟宴 我要讲的是差别 就12月3号这一场 是为了受害者所举办的一场 游行活动 12月7号民众党也办了一场 是为了这个劳动权益相关的 你就看到这三场的差别有多大 那个青鸟宴是要在立法院外面摆桌 摆桌 很欢乐 因为他们说也要来捍卫 这个我们宪法法庭 这个大法官的一个权益 是为台湾民主 你就可以看到这三场的差异性 我想我一样要讲 民众的眼睛是血亮的 谁在为我们民众的相关的权益 做一个把关 而不是只是在那边很欢乐的 吃完饭而已 这个钱到底哪里来 我是很好奇 有人捐 有人捐 来 韦翰 其实废死的议题一直都在 大家一直想说 该怎么样去呈现民众的想法 让这个大法官知道 让这个为政者知道 大家会去想12月3号 因为刚刚看那个记者会 是礼拜二 怎么就礼拜二办这个相关的活动 因为那是他的即日 那是他家属最痛的痛 你透过每一次 我觉得我们之前因为 现在法庭在讨论这个事情的时候 你没有把38位变37位 这37位死刑地验的死刑犯 为什么没有执行 因为有人试线 因为有怎么样 非常上诉 可这37位死刑犯所造成的 另外不止37个家庭的痛 我们是不是应该一个一个 把它扒开伤口让大家看一下 伤口根本还没结痂 家属还在痛 所以我是觉得 废死在台湾其实非常显而易见的 没有一次民调 这个废死的声量是高的 可是我们却一直往两公约去走去了 我常常觉得有人讲说 这个无法禁绝下一次 这个死刑 夺去另外一个人的生命 违反他的生命权 可是这一些被判死刑的人 除非他被误判或者是直接就错判了 否则他们是先主动的夺走了 别人的生命权 然后你再来去维护他的生命权 我并不认为说 这样子的做法 会引起更多的暴力对立 反而是让受害者之外 受害者的家属也需要被安慰 也需要被平复 所以我觉得 还是应该这件事情 好 我们进下广告 最近在立法院我们看到黄杰杠上了柯志恩 有人就讲说 这两个人本来参谋 搞罪没劳 为什么会这样呢 原来可能跟2026年的高雄市市长之争有关联 我们先看黄杰他指控柯志恩说 你党学夫法 你是罪人 结果尴尬的事情来了 中华民国资商心理事工会全国联合会 他在脸书上po出了一篇文有感谢名单 就说太感谢这些立委诸功了 让学生辅导法修法成功 终于三读通过了 来了他tag一些人 他说这一次协商有共识实属不易 特别感谢立法委员柯志恩 他排第一名 那接下来还有范云 还有陈培渝 还有林怡景 许志杰 陈秀宝 这个廖伟祥 蔡其昌 郑正前 罗廷伟都被点名了 观众朋友 他有讲是一姓名笔画 对不起他是一姓名笔画 至少柯志恩有被感谢 而且你黄杰说他打 这样不是很尴尬吗 而且黄杰不讲还好 你一讲人家就跑去 抄你的底 去看原来你缺席 都没有参与修法 你还指责别人 你是搞不清楚状况 太丢脸了 来 我们来看看 副总统肖美琴到高雄出席社宅 洞土典礼 不止市长陈其迈陪同 有意角逐2026的绿委 对屌屌 许志杰 林代化 赖瑞隆 全都紧跟在后 义营委员 志恩委员 志杰委员 瑞隆委员 代化委员 但大合照一字排开 高雄立委唯独黄杰因为有会议没出席 不过他在立院扮演炮火手猛攻蓝营高雄市长潜在对手 柯志恩 阻挡学生辅导法修正案 这一次这次法能够通过 我要以赖瑞的身份 非常感谢我们朝野不分党派的 我们叫吻吻的委员能够合力协助 学府法修法立员三读通过 找为柯志恩第一位上台发言 中华民国资商心理工会 也把柯志恩摆在感谢第一人 并点名其他八位立委 尴尬的是感谢名单不见黄结 柯志恩委员他从他上任的时候 我们找他 那他也非常非常乐意的 然后做了所有学生辅导法的了解 全盘的了解 很多的委员就是用很廉价的方法 就只会用了呛 然后完全忽略整个一个修法 能够让他能够完成了 这个过程里面的点点滴滴 对此黄结结稿前无回应 本来想叮 柯志恩只听党义不顾学府法 但从感谢名单看来 心理资商界似乎没有这么像 其实我说觉得黄结在立法院的表现 坦白上是有点怪怪的 他好像就是硬要把头 往硬的地方去撞 为什么 因为学府法这件事情 说实在话 柯志恩就摆明是主导者 柯志恩是教委会的招委 他排审法案 然后我们看三次排审法案 他排 召开工厅会 党团协商总共五次 五次开会 他当然柯志恩每场都到 因为他的法案他的排审他的参与 然后最后通过 从头到尾柯志恩就是一路护着 在法案通过 这是非常清楚的事情 黄结特别有趣 这五次一次都没到 所以你五次一次都没到 你把一个在催生法案 排审法案 然后最后通过法案的柯志恩 你说他阻挡学府法 那我就觉得 我就觉得你有一点莫名其妙 就像之前好几次就是很奇怪 他老是要调一些硬的地方 然后头就要去撞 当然我跟大家 黄结当时在讲 所谓阻挡学府法 那也是一个有趣的事情 为什么 因为当时在排审议案的时候 然后我们那时候变更议程 就是有一个议程往前调 那往前调 民进党就一直抗争 变更议程 你往前调 他就发言 总常发言说 你这样往前调 会耽搁学府法 但是刚好是什么 如果民进党不要抗议 不要一直这个 人海发言去 这个冗长发言 学府法当天就可以省 所以是因为他冗长发言 学府法当天 就算当天没省 下一次马上就省 所以也没有阻挡的问题 黄结就是用这个做借口 说你柯志恩阻挡那个学府法 我是说实在 就我刚刚讲 你一定要挑硬的地方 装上去我也不懂 黄结就是挑错题目 挑错战场 来 王位 我对于民进党委员的 所谓的争取 争取什么 为大家争取了什么利益 我最近特别有感 因为他们就很会发文宣 发完之后 我觉得他们真的太小看 民众的智慧 大家因为这一波障下 其实民众对于立法院的 所谓的工访跟程序 跟查资料 是越来越公开透明了 所以是很容易翻车的 所以看起来黄结又翻车了 我觉得最直接的 如果民团直接就出来写 而且把智恩写在 第一个感谢名单上面 这就明明白白从头到尾 就是智恩在帮忙 我要跟大家说 任何一个法勒通过 当然是朝野 都要共同来努力 但是对于这些 长期在推动相关法案的 这些民团来说 他们心里非常清楚 是谁在这过程当中 帮他们拨开所有的障碍 最后是谁来收割 他们是看得很清楚 来 韋翰 我觉得这一次被提出这一点 大家来看 除了就是明明柯智恩 他以前还是淡江大学的学务长 他在教育这一块是 着力很深 关注很久的 你要点名他是学府法的阻挡者 你得合十句 所以现在人家感谢他 这真的就翻车 他当然提出那一天有个议程变更 可是你不能用一次的一个议程变更 讲说整个学府法他是阻挡者 就是你被盗出来看起来反而没有开会 好 这是其一 其二会不会挑出来的原因 除了刚刚那个占8% 他有20% 他们两个都算是高雄的立委 对不起 高雄的立委 虽然柯智恩是区域 是部分区域 可是他在高雄有非常深的根源 而且未来非常有可能成为2026的 国民党的高雄市长参选人 所以你看其他有想要选高雄市长人 其实都追着他骂 刚刚导播放那个画面 所以有想要选高雄市长人 会很清楚的知道他们对手就是柯智恩 所以陈其邁也据此认为说应该提前 黄杰一直都还没有出现在高雄市的市长的 你参选 许民村也有在民调里面黄杰从来没有 因为他们有宣布 但他看起来也不太应该是 因为他才刚刚当选立委 可是我总觉得 因为这边就话强在这里 因为民进党的这五个五虎将 再加上空降的可能的攀崩安当中 太多人都好像谁都不服谁 特别里面有两位 是有他就没有我的 如果他会出现 我宁可要集中加几个把他压过去 有没有可能变成是到最后 因为现在离那个事情还很远 如果你今天这个状况黄杰的话 你下个月就选 你就拔布了 但有没有可能在陈其邁也特别栽培他 跟他友好关系之下 我是认为说黄杰有没有可能成为 2026的民进党高雄市长参选人 我认为不应该完全排除 他的几率我个人认为是存在的 刚才维翰讲说有他就没有我 有我就没有他 其实我们就挑明了讲 就是林戴化跟邱毅盈 两女和双输 在那边输是女字旁的输 双输在那边争夺 确实现在高雄市长的选举 是非常的激烈 但是一般还是认为说 民进党这边的胜算是比较大 当然柯志恩这边 他长期在教育界耕耘 我觉得他在立法院 确实在教育领域 是有他的专业 所以如果他能够留在立法院 为教育领域贡献 绝对比参选高雄市长 能做的事情更多 黄杰其实要针对的就是 柯志恩到底对高雄 有什么贡献 为高雄又做了什么 这个才是大家要去关注说 他到底凭什么代表说 他今天要选高雄市长 从才华法的争议一直到现在 高雄市民所需要的 柯志恩能不能去帮大家争取 这个才是未来必须监督的重点 我觉得黄杰算是 做贼喊抓贼的典范 很简单 他之前还记不记得 一直批评韩国瑜院长 跟侯友宜市长 带着参选 落跑 结果他选立法委员的时候 一样 空降到别的选区 直接放弃他原来的选区 到了这一次他不是没有学乖 还公然直接被打脸 雪夫法批评柯志恩 你看你是阻扰 结果最后唯一没有被感谢是他 真的是非常的脸皮够厚 当做没有这回事情 但问题是 这会阻扰黄杰参选高雄市市长 在民党里面吗 不会 因为他的老板陈其迈很喜欢他 只要上层支持他 上层喜欢他 黄杰就要做再多 大家觉得莫名其妙的事情 都没有问题了 因为就是要让他来接班 所以我觉得现在 民党的高雄市长的初选 虽然打得非常的火热 但是最后真的羽翁得利的 会是现在台面上的人物吗 其实说不定还很难讲 最后会不会又是从一个 感觉起来醉不起眼的黄杰 最后脱颖而出 而成为民党的高雄市长候选人 我们现在都在等着看 好难想象 柯志恩对上黄杰 如果是这样的话 蛮精彩的 我是对柯志恩感到不止 坦白讲我觉得黄杰做这件事情 要谈到说好像跟什么 高雄市长的选举 我觉得那个谈太远 我觉得这个很明显 黄杰是内政委员会的委员 柯志恩是教育委员会的委员 柯志恩不只是什么阻挡 什么人家讲说他阻挡悬浮法 他其实是悬浮法的催生者 可是你看黄杰居然敢做 这样子的一个部分 这就是什么 这就是认知作战跟假消息攻击 可是你看如果在资讯不对称 这个状况里面 黄杰的声量如果在高雄 大家都在讲说 是他阻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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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催生者就被讲成阻挡者了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不对称的攻击 也就是由下对上 反正我就随便讲 有打到就打到 没打到就算 所以我觉得柯志恩要 真的要很小心 民进党为了怕你打 现在打成这个样子 连黄杰都出来 然后用一堆是是而非的 这样的一个讯息 除了 我们未经许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